環球大戰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讀播版本時間 我們首次邀請到的是 文化大學莊伯仲老師 第一次來到直播 哈哈哈 老師今天第一次來到直播 我們想要來聊聊產業消息 其實老師每次來我們的節目上 我們談了非常多的議題 國際的議題 然後很多是戰線、戰場 或者是比較少會談到一些產業問題 今天我們可以有老師 來在這邊加入我們 來輕鬆的來聊一下 不太輕鬆的產業消息 好我們先來看看 其實大家知道 美國針對於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 記住了很多很嚴格的經歷 先前是針對荷蘭的愛斯摩爾 這邊就說你不可以再做 接下來在EUV上面的相關的維修 針對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可能在年底的時候 荷蘭商就可能會面臨說 在接下來年底之後 都不能再去中國大陸這邊進行維修 這不僅僅是在荷蘭商的部分 受到了來自美國老大哥的壓力 現在我們來看到是日本 現在也被美國掐住的他的脖子 美國繼續向日本的這個 半導體廠商去施壓 他說如果你不照做的話 我們美國會行使的是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這個叫做FDPR的一個權利 等一下請老師來跟我們做分享 其實FDPR目前呢 美國還沒有對日本來施行過 或者是對他的盟國 大家把FDPR 視作是一個比較嚴厲的 一個懲罰性的措施了 所以說如果真的說 美國這麼硬起來哦 這麼做的話會對日本衝擊有多大 難怪日本其實也很緊張哦 聽到美國這麼說 其實日本的壓力還有來自誰 來自中國大陸 大陸也跟日本講說 如果你按照美國的說法進一步 限制對我們中國出售晶片製造的設備 或者是停止提供相關的服務的話 我們中方啊 接下來可能會削減你們日本汽車 所需要的這一些相關的礦產 因為現在日本也在積極的發展 它的電動車產業 所以說日本其實也是非常的擔憂 今天我們會講到特別兩個企業 第一個是豐田 有投資在雄奔牆的這個豐田 另外還有這就是日本的東京電子 其實都很擔心 如果真的中國大陸實施的報復的話 日本可能會遭受什麼樣的下場 老師你怎麼看 首先我請問石敏 如果你是一個台資企業老闆 那老美美國政府 山姆大叔會不會管說你的產品賣給誰 會啊 台資企業的話比較不會 本土很本土的話就比較還好 但如果說你的企業用的是美國的零組件 美國的技術或美國的機台呢 對啊他就可以掐住你的脖子 對我們今天討論重點就是這個 剛剛市民有提到FDPR Orient Direct Product Rule 什麼意思呢 我們直接翻譯成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非常拗口也聽不懂 那我們簡單把它想成一種 出口管制措施就對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國外企業 你使用的這個 你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呢 有使用美國的零附件 或者是使用美國機台 甚至美國技術的話呢 他就會對你有所管制 也就是說 這個安可Sam 山姆大叔把他的手伸到 外國企業生產產品上面了 當然還有一個情況啦 如果你都沒有用美國任何東西技術 會不會管你 還是會啊 會 因為可能外交關係或政治關係 還是會管你 所以我們從這來思考 日本必然會受到這方面的制約 因為美日安保條約 還有軍事同盟等種種原因 所以如果美國 日本 中國 這三國演義 日本必須在美中兩強中選邊站 你覺得他會選哪一邊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請教老師 這毫無疑問 是美國嗎 對毫無疑問 這階段一定是選擇美國 現階段一定是選擇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剛提到的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還有這個軍事同盟關係 還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當然啦 中國政府方面也提出一個制裁方法 就是減少 汽車生產所需要的那些稀有礦業 像我們提到的加 Gardium 或是Germanium 但這元素 雖然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生產地 但不要忘了 澳洲是第二大 澳洲跟美國也是戰略夥伴 所以說日本政府 大可改變跟澳洲輸出 雖然說成本獲得成本會更高 導致生產成本的高漲 但是如果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話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無疑會配合這樣的決定 這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他最後還是可能會配合美國的部分 那中國接下來就可能會進行報復 這個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因為日本應該也有 對應知道 特別是我們剛剛提到的FDPR 你覺得他是衝著日本嗎 還是其他國家也有 其他國家也會有啊 對 所以剛剛你也提到就是說 荷蘭的艾斯摩爾 今年結束之後就不會再提供收穫服務了 光客接收穫服務 我剛剛一查 收穫服務 在中國市場收穫佔了他20%的營業額 也是受到這個FDPR的一個限制 而且不只日本荷蘭 德國有一些 半導體生產設備也是如此 所以說FDPR不是衝著日本來 這是一個一體適用的原則 那美國政府想拿誰對誰 想拿這個對誰開刀 誰就只好這個咬牙苦吞了 現在在美國的這個霸權之下 好像很多的企業都還是得 面臨這樣子 對 因為 如果剛才說兩害相權取其金嘛 現階段來講 美國跟中國誰拳頭比較扎克 對啊 所以 我相信日本政府也很無奈 那必須咬咬苦撐 也必須承受相關的後果 但如果不這樣做 必須承受更大的後果 嗯 好 另外也是想要來特別請教老師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艾斯莫爾 我們剛剛也提到 他一直是做這個先進製程 光科技很重要的一家荷蘭廠商 EUV的部分 或者是DUV 不過現在說是有一些些的結套 說日本是自己的廠商 科學家已經發展出了 簡化版的EUV 有沒有這個可能說 如果真的 成功可以在市面上來做量產的話 這大概還有很長的時間了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說可以大幅降低晶片的生產成本 這對於整體的半導體產業 可能會在全球上面 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布局的變化 那他這邊也說 他的電量可以減少大約十分之一 老師怎麼看 艾斯莫爾是目前光科技 不管是上一世代DUV 或最新世代EUV 深紫外光機或機紫外光機 它都是Compat 第一把交易 幾乎找不到第二家廠商 那我想請問主持人 如果真的有這麼好康的東西 生產成本更低 耗電量只有十分之一 那艾斯莫爾會不會做 如果真的有簡化版的這種光科技的話 他早就做了 如果真的有簡化版的話 他早就做了 因為今天上這節目 坦白講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特別去做很多功課 還好我兩個弟弟都是這一行的 趕快問一問 那我們提到說嚴肅的問題 我們輕鬆來講 我查閱了相關文件 當然這個消息是Thomas Howell 就是一個網路上一個知名的 這個電腦或 相關電子組件評測的知名網站 所放出來的 那交叉比對相關文件呢 所謂日本廠商應該是 Keylon 家人 因為相關文件 應該是他做的 我們很意外嘛 家人怎麼做光科技 Nikon也會做 198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剛設廠 用的是Nikon跟家人的光科技 那因為當時 ASML 愛斯莫爾巨大虧損 那台積電背後有一個股東 叫做菲利普 他是荷蘭廠商 他也是愛斯莫爾的大股東 所以當時他就跟台積電講 那我們就盡量來捧場 爛胸爛地來支援他 所以改用愛斯莫爾的光科技 那30多年過去了 Nikon跟Canon已經不見於光科技市場 反而愛斯莫爾做到了 那因為基於那種爛胸爛地的情理 所以台積電跟愛斯莫爾關係很好 那從這個剛剛來講 我們提到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這回事的話 愛斯莫爾應該會先做出來 此外呢 即便在實驗室裡面有這回事 你能夠投產 到真正的運用到規模經濟生產 恐怕是好幾年後了 所以對於這樣的消息呢 只有在網站所披露的消息 我們保持關注 有興趣就好 倒也不要太信以為真了 因為這樣的消息 並沒有鑒於相關的產業論壇 像我們這裡 今天是9月3號 明年9月4號到9月6號 我要打個廣告 就是Same Me Come Taiwan 我們半導體產業 正是在台灣台北的 南港財產館集群 那如果真的這麼好康的東西 CP那麼高 早就在這種論壇裡面被張揚了 那也沒有看到政經的產業雜誌報道 所以說目前只是一個傳聞 我們或許保持關注就可以了 老師 真的有興的話去參觀 Same Me Come Taiwan 對這個展馬上就會有盛大的開展了 老師我們再繼續請教 那如果是愛斯摩爾的話 你覺得未來 因為他現在也被美國掐住脖子 我們剛剛也說 他說不會讓他做售後的相關的服務 那接下來愛斯摩爾到底要怎麼走 他要怎麼選擇 當然如同日本必須選邊站一樣 因為愛斯摩爾也必須選邊站 中國市場的營收算有一定比率 那如果失去這萬營收一定要咬咬口稱 可是如果說違背美國政府的這個經驗的話 後果會更大 他應該不想這樣嘗試 所以唯一可助的就是美中關係的和解 這關係如果緩解的話 有可能慢慢開放禁令 他再試著去中國開發性的市場 這或許是比較可行之道了 嗯嗯 老師你怎麼看接下來的美中關係的發展 因為我們也知道11月份美國總統大選 你接下來如何看這個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11月5號 剩下大概兩個月很快 那基本上和平沒有輸家 衝突沒有贏家 其實不管政界或學界業界 多期望說美中兩強能夠攜手 這個一重向前 那或許有一些民主或媒體 暴躁比較偏向有負面的衝突 但是我們站在一個地球村立場 還是希望美中兩強能夠和平共處 那為人類再來更多福祉 嗯好今天非常謝謝莊老師 帶給我們的深入的分析 今天晚上9點鐘 我們會有更多的國際議題 尤其呢我們今天也會特別在著重在 俄烏戰爭的這個 戰場的最前線狀況 在9月2號這一天 俄羅斯在針對的烏克蘭 進行了一個非常大規模 長達兩個小時的一個夜席 對於烏克蘭來說 承受著非常非常重大的壓力 這場戰爭接下來還會怎麼的走 那目前戰爭的最前線狀況是如何 今天晚上9點鐘 我們會有更深入的分析 那就晚上9點鐘一起見囉 拜拜 謝謝主任也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拜拜